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2023年7月2日 俄乌战争进入第494天 《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了一个惊天大新闻 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秘密访问了基辅 乌克兰当局向他通报了最新的反攻计划 该计划如下 在秋季前夺取一块重要领土 将大炮和导弹群移至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边境 进一步向乌克兰东部推进 然后与莫斯科展开谈判 华游的报道立即引起了乌克兰方面的强烈反应 乌克兰泽连斯基总统郑重告诫华游记者 不要玩政治游戏 我们的国家在战争中 总司令扎如日内在接受访问时说到 华游干了什么 干脆说CIA向他们通报了乌克兰的战争规划 这是对乌克兰整个国家的极大的蔑视和羞辱 美国确实对乌克兰支持很大 但是不代表华游可以一再的肆意妄为 在我看来啊 这事相当的荒唐 乌克兰向中情局头头通报战争规划 CIA转身就报告给了华游 在由华游向世界广播 告知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全体地球公民 在此前的泄密余波未平的情况下 乌克兰向中情局的头头透露战争规划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局长先生也不是华游的特派记者 没有可能向其通报这里机密 但是不幸的是 还是有很多人相信这份荒唐 大众对所谓的密文总是乐此不疲 斯林斯基昨天回应 所有的计划和方案倡议者时 再次表示 谈判的唯一条件是乌克兰能够完整恢复1991年的边界 但是他强调说 我们不能因为某个伙伴不开心 就简单的让士兵去送死 这话透露出了两层意思 第一 确实有人对乌军反攻进展缓慢 感到不快 具体点说 我觉得被国内的骚乱 搞得焦头烂额的马克龙的嫌疑比较大 英美和东欧国家显然更希望持续消耗俄罗斯 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第二 乌克兰不是谁的马前卒 他们会按照自己的计划组织反攻 回到战场上来 先小结一下六月战果 过去的六月 是乌军全线反攻的一个月 是俄罗斯人自赫尔松战役以来的重大失败 在一个月之内 俄军内损失了285平方公里 20500人 688门火炮 期待七月是一个红火的月份 在巴格木特地区 乌军在南北两翼的包围圈正在合拢 俄军在这两个方向的补给线 遭到了越来越强大的火力封锁 在北翼 俄罗斯军事记者报道说 乌克兰武装部队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进入了比尔基夫卡的郊区 在南翼 乌克兰军队攻克了俄军在K村外围的两条防线 以及下图方框处的一个堡垒 这是一块高地 再往前是一马平川 而往左则是村庄 乌军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地力 在马林卡方向 过去48小时 俄军发动了较大规模的攻势 但在乌军炮火的猛烈打击下 无功而返 留下了多具尸体和至少一辆T62MV 现在的马林卡 已经没有一座完整的房子 所有的平民也都离开了 乌克兰的三大英雄城 马里·乌布尔 马林卡和巴赫木特 必将载入欧洲的史册 在马林卡西南方向 乌克兰炮兵摧毁了 乌勒达尔地区 帕弗利弗卡的俄罗斯基地 在扎布罗尔战区 乌军昨日用多管火箭炮 猛烈地打击俄军阵地 一辆俄罗斯T90被摧毁了 它被认为是俄罗斯目前 最先进的坦克 与此同时 据俄罗斯博主的消息 俄军第177团 在地狱之火的打击下 放弃了阵地 此外 由于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来自离海舰队的 大约50名 达基斯坦族的士兵 离开他们在加坡罗尔地区 多罗日洋卡附近的阵地 另一方面 乌军装甲部队继续向前线开拔 重复我此前的判断 乌克兰的大规模攻势 很可能就要开始了 如果非要说一个期限的话 我觉得会在10天内 如何快速 低成本 高效地清除雷区 仍是乌克兰武装部队 面对的最大挑战 在具体的战果上 乌总参终于确认了 在罗布地内的进展 宣布乌军在罗布地内以北 打出了一个1.5公里深 6公里宽的突出部 罗布地内位于高地之上 可以俯瞰到托克马克式的一切 一旦他被解放 乌军将可以用炮火 控制托克马克 正是这个原因 俄罗斯人把最好的部队放在那里 预计在这个地方会有一场血战 胜利从来都不是免费的 顺便说一下 此方向的乌军一部 与俄罗斯特遣部队交战 并向南追击 深入多达10公里 进入到了敌后 在扎布罗尔东线乌克兰部队 正在从西部和北部攻击埃兹村 与此同时 一路乌军正从埃兹村以西的田地 向南推进 准备迂回包抄 最近几天 乌克兰人已经占领了 这个地区的大部分的重要山头 预计不久之后就可以打掉俄罗斯的突出部 值得一提的是 IAEA总干事拉斐尔姆格罗西昨天表示 CNPP核电站冷却池中没有足够的水 用于中长期运作 目前乌克兰当地政府居民和部队正在大面积的进行相关演习 而俄罗斯武装部队也在进行类似的演习 与此同时 美国WC-1352恒定凤凰号专机也抵达欧洲进行监测 采集大集中的空气样本并监测放射性的排放 俄罗斯人在整个战争期间不断玩弄 CNPP的潜在灾难了 但实际上即使发生内力意外 受影响的区域不应该很大 可以参考日本的福岛核电站事故 当然了 这仍然有助于保护扎波罗热俄军侧翼 也会对下游乌军的渡河产生影响 在赫尔松方向 乌军继续在炮火的掩护下渡河 据乌克兰电报群里的消息 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名乌克兰军人 在蒂尼泊河河左岸地区 左岸地区的乌韩人 在火力和精确度上有着明显的优势 根据乌总参的消息 在托波里夫哈村的俄军为了躲避打击 将自己住所混在居民房内 将平民作为肉盾 目前乌军正在从多个方向朝奥利什级进攻 在昨天战斗中 一辆俄罗斯虎式坦克 在奥利什级附近的康卡桥南端被摧毁 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俄罗斯每天都在继续的大规模逮捕非法移民 据悉他们将会被送到前线天坑 在俄罗斯本土和被克里米亚之间排队的车队 已经达到10公里 还有额外的保安 原因不明 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抵达了吉辅 并宣布西班牙将再向乌克兰提供四辆豹尔坦克 数量不详的装甲运名车和一所移动野战医院 美国前副总统彭斯 敦促白宫立即武装乌克兰 像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一样行事 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胜利 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自由世界的胜利 乌克兰英雄的长眠之地 为了国家光明的未来 他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成千上万的男女 保护着他们的故土 家园 子女和乌克兰的未来 他们将摧毁每一个携带武器 来到我们土地上的人 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动员的 俄罗斯不顾世界各国的反对 一味地将侵略说成是特别行动 本身就是在逆着时代的发展 开历史倒车 普京作为一个执政二十多年领导人 将对土地的狂热渴望 作为自己从政生涯的目标 将侵略乌克兰作为自己的退休大理 然而世界各国及时伸出了援手 将普京的美梦捏碎了 这个老头原本可以安稳退休的 载入史册 而现在不但退休不了 还将遗筹万年